毕业以后究竟投入哪个行业最有前途呢 随着社会面前产业发展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热门行业 十几二十年前最让人呈现的是科技新贵 新贵这两个字就象征着电子产业的身价高人一等 无奈好景不长 走不出代工科旧 加上对岸红色产业链的威胁 以及全球性的景气循环 今年半导体原本预估还有5.5%的成长率 如今已下修到0.4% 公司营收获利下降 福利也跟着缩水 以往科技业股票分红不受限制 获利惊人 但是在2008年之后 分红必须要纳入人事备用 不得再抗股东之铠 薪资总收入比起过去相差了1.5到2倍 无怪乎科技人自我解潮 新贵早就不贵了 谢谢 台北内湖科技园区 一场神秘交易正在进行 这是我们的特色 特色就是不用沾桨 这块看似硬邦邦长方体 不是什么商业机密 居然是块螺不高 他是梁家峰 半年前他在上海工作 年薪140万台币 因为相酬决定回台湾发展 却没想到人生因此大转弯 我每个礼拜都会上来 每个礼拜台南台北都会跑 如今他开着老爷车 一路从台南飙到台北 在办公大楼推销萝卜糕 从成本效益 乍看都是行销客的负面教材 这个台大会计毕业的高材生 闹子里在打什么算盘 哈啰 哈啰 萝卜糕又来了 科技公司的本领小资女 顾不得已经课完午餐 暂时放下和体重的长期抗战 伸手张口大快夺鱼 你看多有胆心 真的有吃到的那个鱼肉 加并12条 口碑真的不是碰运气 是每周南来北往耕耘的累积 但梁家峰曾派驻美国 也曾在上海与客户谈判厮杀 应该是人人称献的科技新贵 为何想不开卖起菜头贵 萝卜糕 是干嘛卖萝卜糕 同在科技圈的高中死党 最初跟大多数人的疑问都一样 但他反思置身处境 很快找到答案 科技新贵这个也持在我们这个世代 可能是已经被颠覆过 已经不是在新贵再也不贵 你听前辈以前的待遇或什么 你会觉得像神话吗 对 太棒了 羡慕 可能就是1.5倍到2倍这样 过去台湾的科技新贵之所以神话 是因为企业给员工发股分红 获利优渥 借此吸引顶尖人才 但这笔报酬却不纳入人事费用 使得公司的盈余被灌水增胖 无法反映真实财报 这个游戏规则真的是很不好 因为公司赚钱以后 照理讲应该是分配给股东 然后分配给员工 照薪水来分配员工 结果现在员工跟股东的身份不分 所以造成角色混乱 结果这个游戏规则 后来就被财政部改掉了 2008年后 修法实施分红费用化 股票分红要任列企业费用 不能自一般股东的钱 来讨好员工 举例来说 一家20人的电子公司 盈余1.4亿 原本员工分红总额有1275万 但修法后只剩1157万 每个人变相少了6万元 然而科技景气却不像煎萝卜糕 炉底旺火热锅 这些年放无薪价实有所闻 资车会9月报告 台湾半导体产值原本预估 今年增幅有5.5% 却下修到0.4% 就连全球明年成长率 也可能衰退1% 这样 你觉得看起来不厉害 好香喔 这次是牧鱼道了 从卖科技到卖厨艺 不便的是找寻通路说服客户 梁家峰放下身段 逃离闯淡5年的科技圈 以前薪水拿得比较好 那现在反而回台湾了 但是薪水却更少 那我是难道真的 一定要继续往工作 这条路继续走吗 我宁愿试试看 就是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看看 30岁的前科技新贵 半年下来 透过网路行销及创意口味 目前每个月卖出上千条萝卜糕 收支勉强打平 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 未来不管成功或失败 至少他也站出来 向不景气的环境 认真拼搏过一回 未来在比较避 POL